成都真的已经没有正常工作了,刚毕业的我呢,这次算是被成都狠狠的上了一课,外面现在已经37度了,我的衣服都已经快湿透了,然后我还要去找工作。 从正月底毕业到现在,我也算是面试了无数家公司,可是至今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工作很难找,竞争非常激烈,有人即使降薪一半也找不到工作。 这位女士之前有一份月薪过万的工作,现在降到5000,仍旧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我曾经也是一个月薪过万的人,现在每天在家,一分钱都赚不到。 我投了一份简历,薪资比我原来的薪资降了5000元。 招聘者问我能不能接受,最后没办法,我只能接受了,因为我确实是找不到工作。 这之后我把简历发过去,然后对方回复,我看到你的简历不太合适。 我降薪5000元也找不到工作,叫我怎么办? 我现在才35岁,我以后怎么办? 我工作了12年,12年后我就不工作了吗? 在北京,我是这几天刚来北京还没找到工作,我前两天找工作被别人骗了。 现在身上的钱没那么多,因为家里需要钱就想来北京找工作。 北京工资高嘛,我看了租房子都是1500元左右吧,就在桥洞下凑合着住两天,如果找到工作之后,应该就有地方住了。 青年旅社,男生女生混住,有8个人一间的,有4个人一间的,我住了一个4人间的,每天30块钱,感觉有点贵,就换成8人间的。 宿舍给我返还了4块钱,这个房间住的都是女生。 在上海,这就是我住的青年公寓,上下铺和左右铺都住满了人,他们都来了很长时间了,有人最起码住了3个多月了。 在深圳,有人拍的视频显示,凌晨公寨里躺满了人,他们远离家乡,到陌生的城市寻找希望。 可今年的大环境不好,工作并不好找,为了省下住宿费,他们只能选择在公寨里过夜。 外出打工人的心酸,可能有些人永远也不会懂,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在中国,青年失业率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之际,中共当局8月15日宣布, 自今年8月开始,全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城市调查失业率将暂停发布。 这一决定让外界进一步相信,中国的经济状况正在恶化,导致官方不得不停止对外发布数据。 专家认为,数以千百万计的中国年轻人失业,对社会的期望幻灭,加剧中国社会的动荡。 在中国统计局停止公布相关数据之前,中国城镇青年失业率逐月攀升, 从今年1月的17.3%,一路攀升到6月的21.3%,期间屡创2018年有统计以来的新高。 但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今年大部分应节毕业生已确定就业去向,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毕业生就业率也略高于去年同期。 青年失业率指的是年龄16至24岁人口的失业率, 中国从2018年开始统计这一年龄段人口的就业状况, 但陷于城镇而不包含农村地区。 7月份正是1200万大学毕业生走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 当局停止公布城镇青年失业率,外界普遍认为, 中共此举凸显中国失业情况比预期更为严重。 据中共官媒7月17日报道,官方预计, 7月这一数据还可能会继续升高。 在8月份有望逐步回落。 外界分析指,7月份的青年失业率恐怕高到离谱, 且看不到在8月有回落的迹象。 因此,中共国家统计局不得不宣布暂停发布数据。 官方此前给出的失业数据高到已经令人震惊, 但外界仍质疑数据的真实性。 上个月,北京大学副教授张丹丹发表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业率一文, 指出,若将约1600万名躺平的不工作者均视为失业, 3月份中国青年的实际失业率最高可达到46.5%。 也有中国境内人士估算,当前应届毕业生恐有80%处于失业状态。 官方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的决定登上了微博热搜并引爆激烈反应, 仅在新浪微博短短几小时,这一消息就引来1亿4000万次围观。 一条被点赞超过5000次的评论写道, 如果你闭上眼睛,它就不存在。 一则微博嘲讽,就好像停止了发布,瞬间就没有了失业率, 问题就解决似的。 还有网民说,情况太严重,眼不见为净。 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前外交官杨兰在推特上表示, 不公布数据显示出中国的经济正在持续恶化。 他写道,中国的官媒说,城镇青年就业率调查将暂停, 原因是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条件以及需要改善和优化数据分析的工作, 这其实是在说政治局不喜欢现在的数字。 法国《世界报》如此形容北京的举措, 如何解决不断高升的青年失业率, 中国自有办法,不向外界通报数据。 中共当局不公布城市青年失业率数字, 更支持了观察人士认定中国经济不是当局宣传的向好, 而是向坏,甚至越来越坏, 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架马车几乎全面熄火。 法新社分析列出几大因素, 中国大型房企的债务黑洞,一个一个都是天文数字, 消费者没有信心不肯消费, 导致中国经济前景更加暗淡。 另有一些观察家则认为, 中国三年残酷清零对经济基础造成的严重破坏, 对消费企业营商环境以及整体经济活力产生的持续性影响, 正在逐渐显现出来,这种具有自杀性质的破坏, 加至习近平越来越蛮横的对外政策, 导致外商撤出中国,外资纷纷转移。 中国近日公布了吸引外资的24条, 但当局日前公布的针对外国人的反间谍法产生了寒产效应, 令外企对投资中国望而生畏。 法新社报道称, 互联网上和北京街头年轻人的情绪 证实了就业市场的暗淡现状。 在中国首都北京的街头, 一位专业是环境设计的18岁女大学生告诉法新社, 她对自己找到工作的机会感到悲观, 她的担心是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 可能让她失去设计领域的工作机会。 而已经就业的劳动人情绪也很悲观, 一些年轻人面对就业市场的状况, 更愿意继续上学或者准备考公务员。 一位29岁的职业女性也说, 她的一些朋友想换工作, 但无法实现。 她说, 有些人投了一个月的简历, 还参加了几次面试, 但都没有成功, 薪水并不高, 而且你还得经常加班, 就业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而就在官方宣布, 不再公布青年失业率同一天, 中国媒体三联生活周刊一份调查报道, 实际描述许多年轻人当前困境。 报道指出, 正值最难的就业季, 许多年轻人远离家乡, 到北上广山找机会, 使得廉价且可以随住随走的青年旅社, 现正挤满了等待机会的年轻人。 该文发布后引发网友共鸣, 更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报道访问暂时居住在青年旅社的年轻人, 28岁的黄鑫是广西房城港人, 他已经在广州一间青旅住了一个多月。 黄鑫在2018年毕业, 曾在一家互联网加房地产公司就职, 月薪过万, 但因公司内部问题离职, 随后与朋友合伙开设教育培训机构教英语, 因学生多来自有背景的家庭, 因此收入不错, 干得也开心。 但因为习近平当局打压教培行业而再度失业, 因而前往广州找机会, 只是一个月过去了仍没找到工作。 而24岁的张文从上一份工作已经辞职三个月了, 至今还在找工作。 张文说自己毕业于老家难通的一所普通一本, 全国重点大学, 精管专业, 也考过研究生, 但遗憾落榜, 毕业季招生也错过很多机会, 直到毕业时依然没敲定工作, 最后决定去大城市闯荡。 张文在许多大城市工作过, 到广州至今满一年, 工作仍不稳定, 如今60元一碗的清旅, 张文支付的也有些困难了。 张文说自己家里并不宽裕, 因为拮据, 张文有自己省钱妙招, 喝水去图书馆打免费的, 吃饭一天只吃一顿正餐, 有时从清旅步行三四公里, 到附近的食品批发市场, 买饼干或者泡面果腹。 张文显然再度触及 中国官方既谈论, 困苦贫穷的底线, 这个话题随后被封杀, 相关讨论全都被屏蔽。 中共煞费苦心, 隐藏数据之举, 对提振经济能有帮助吗? 目前中国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 货币贬值, 失业率飙升, 外汇流失, 和房地产企业爆雷等一系列问题 相继出现。 同时随着中国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恶化, 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不断萎缩, 对中国的投资也在停滞。 根据中国国际收支数据, 今年第二季度外商直接投资 仅为49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缩小了87%, 创下了1998年该数据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季度水平。 中国问题专家蔡胜坤在推特发文, 中国政府既要吸收外资, 同时视经济数据为国家机密, 表现不理想就不公开, 这种前后矛盾的做法是掩耳盗铃, 会迫使世界更快放弃中国市场。 蔡胜坤分析, 疫情后中国经济没有出现预期的复苏, 反而走向低迷, 与中共错估形势, 所推行的拯救经济政策走错方向有关。 在疫情期间, 中国占了出口的便宜, 开足马力, 生产了大量的防疫物资。 过去几年, 中国一直出口非常强劲, 可能给中共当局产生了幻觉, 即使跟西方关系不好, 出口依然会保持强劲的增长, 这个世界离不开中国了, 有点得意忘形。 疫后西方加快跟中国经济脱钩, 导致今年以来出口一步一步的走低, 就是就是走错方向, 根本问题不在经济层面, 而是在政治层面。 最近几周, 中共政府宣布了几十项小规模的刺激措施, 但经济学家担心, 这些措施对提振经济的作用可能不大。 此外, 中国政府已多次暗示, 不愿过多举债来支持扩大财政赤字, 在这种情况下, 似乎不太可能推出更大规模的刺激措施。 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中国经济专家 克里斯托弗·鲍尔丁认为, 中共根本没有资金或财政空间来提振经济了, 在鲍尔丁看来, 中国经济将会非常非常低迷。 他8月14日表示, 人们需要知道, 中国依靠债务实现快速增长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 现在他们只是想阻止它倒塌。 纽约全球投资咨询公司亚德尼研究, 公司总裁爱德华·亚德尼的预测更为具体。 他说, 中国经济将陷入经济停滞, 很可能在未来10年20年。 他表示, 我认为, 无论中共怎么宣称它的经济可以增长, 我都会将其削减一半。 因此, 我们预计, 未来几年的增长率约为0%至2%。 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在过去四年中翻了一番, 期间习近平实施的严格的清零政策重创中国经济。 此外, 近年习近平将矛头指向中国民营企业, 对科技和其他公司进行监管整顿之后, 令一直不振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就业形势更加恶劣。 中国目前数以千百万计的青年没有工作, 许多年轻人心灰意冷, 选择退出就业市场, 宁愿躺平。 从长远来看, 存在的风险是, 中国失业大军在社会边缘挣扎, 成为中共的潜在威胁。 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 年轻人推迟了结婚和生育, 而更加剧了中国的人口问题。 一些学者警告称, 中国正出现一个依靠父母生活的新穷人阶层, 这可能会加剧破坏社会稳定。 在任何一个国家, 若青年人失业率超过20%, 都是重大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中共原来是搞群众运动, 搞青年运动来起家的, 所以在青年问题上它会防范, 其恐惧心理非常突出, 会不惜任何手段, 都要把这个问题控制住、按住。 中共害怕青年高失业率公布出来后, 又燃起青年人的怒火, 成为一个反抗中共暴政的导火索。 2022年11月, 中共极端的清零政策引发全国性大规模抗议, 这些抗议者大多数是青年人, 他们甚至直接喊习近平下台和共产党下台的口号。 清华大学社会学家孙凤最近在中共旗下一个知名网站上发表评论文章称, 由于新穷人长期生活在被排挤、被遗忘、无聊和孤立之中, 易怒、反社会和暴力情绪成为他们的主要精神状态, 也将成为资深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习近平面对失业大军也是束手无策, 他表示,年轻人需要挺起脊梁,迎接困难。 这位曾在文革时期下乡劳动的领导人说, 如果他们找不到理想工作, 就应该到工厂一线工作, 或者到中国农村从事服品工作。 独立时评人马聚对美国之音说, 青年失业潮将酝酿更大的社会危机, 习近平如同在政务街头晒火药, 每个人都知道迟早要爆。 台湾经济专家黄世聪表示, 中国的经济真的到了一个没有改变就走不下去的局面, 但是偏偏现在的政策又没办法改变, 变成一个死局。 除非你重新放弃跟欧美对抗这个政策, 但是问题是不可能做到。 黄世聪表示, 习近平强调政治意识形态不变, 中共现有体制没办法抛开, 经济当然就不会好转了。